好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个心情 我们来看看艺人李文Coco 她在今天举行了告别式 那我们知道因为家属选在今天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注目 而且很多的粉丝是直接飞到香港来参加 很多人都泪崩了 因为Coco李文真的是很多人的开心国 因为她很尝试让自己的这个开朗形象在外头 但是很多她内心的苦都不愿意告诉别人 她自己吞 所以在今天大家也很关注说 她的老公丈夫布鲁斯有没有来 有来还有她的两个女儿 就是布鲁斯的两个女儿 他们是坐在第二排 没有跟没有入到家属席 但是李文的二姐 这个李思琳也有说 她尽量减少说话 她说因为很难装快乐 那这句话一出大家也非常比算 天后李文最后一里路 丈夫布鲁斯与两位妓女还是现身 Jace会现场要送Coco最后一程 李文二姐Nancy李思琳则在会上据悼念词 男装我快乐跟汹涌 我借用我妹妹以往很爱说的一句话 每次她去演唱会都会说 今天你可以选择去很多地方 但是你选择来这里 所以我谢谢你 一顾歌手李文这次会31号下午举行 这段近10分钟的回顾影片 让人忍不住鼻酸 要让大家知道 李文是个善良热情的人之外 更是一位音乐传奇 Coco从庆子后面探出脸 我一直记得那张脸 这几天一直重复下 死个小女孩的脸 安息摇签回想过往 忍不住哽咽 上台句子的人 讲出每字每句都令人心痛 但要把眼泪化成祝福 好好说再见 TVB的新闻 张家宝 张博君 香港采访报道 很多人看得真的很鼻酸 因为今天这个是她的追思 她的告别 那在明天她就会羽化 所以很多人来送 Coco李文最后一程 好当然我们也有看到 是肖亚轩 很多这个艺人大咖都有去 肖亚轩也到了现场 那肖亚轩也在现场 致辞告别的时候 她透露说 其实她一直对李文 都是当偶像在看 就有一次在小巨蛋这里 遇到这个Coco李文 李文就说啊终于见到你了 她还说Coco李文 真的对她是一直都打气的 我们来听听肖亚轩的说法 之后我们也是常常 她就留一个语音说 不管怎么样 你把我当作 我是你的大姐姐 你只像我的小妹妹一样 什么事情都跟我说 我会保护你 就我们两个知道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一直跟你聊 后来你知道 我从小就单亲家庭 所以我一直是长姐 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你是我的小妹妹 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 你知道那句话 听起来好像很频繁的 在我心里面刻下 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几个字 也让我对她开始 真的有什么事我就找她 真的有什么事我就跟她说 我们彼此把心里面最深处 不管什么事都分享 这些我也会都留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回去听她的语音 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一直不能接受 但我只能记得 而且我会继续做的事 她告诉我的 像我要坚强 她把她的快乐跟她的勇敢 一直不断地照亮给我 我一定要把这个 她的精神一直保持下去 而且 I'll keep on dancing singing for you and shine for you 你是我的巨星 我永远的天后的天后 我的女神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 你在天上做天使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一起当天使见面 I love you Coco forever 谢谢 我们看到夏小萱真的是相当的哽咽 因为她跟李文之间的感情 是无法外人言喻的 我们就真的知道说 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 当然另外一位跟Coco李文 也有很深厚感情 就是珍妮 珍妮其实是大家都非常敬重的 演艺圈前辈 她歌唱得非常好 她这次也是担任李文的扶林人士 那当然这关系是可见非常的好 那珍妮原本她在刑事力上面 她之前在脸书就有曝光说 7月31号她是要跟Coco晚餐 虽然我们两个人早就已经定好 今天这天要来吃晚餐 但是前面李文先走了 所以让珍妮非常的不舍 我们再来听一下 今晚我跟她约了吃饭 就是现在 我好不喜欢她用这些方式 来跟我见面 我好生气 我不欢喜 她令我好心痛 我跟她认识大概20年 可是我们不是常常见面 我们用电话 用写字 互相的关怀 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喜欢她 她对事业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专业 光芒万色 她对家里面 是那么的孝顺 她姐妹那么情深 她对她的朋友 像阳光一样的温暖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女生 July 5th It's my daughter's birthday 她选择这一天的离开我们 她跟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 我也不喜欢 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 我是要做生日 还是要做忌日 她不该跟我开这个玩笑 日子怎么过 今天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位 都是想要 也是特别 来送她最后的一程 所以 我知道她会到 另一个极乐世界 去做一个可爱 又美丽 又快乐的天使 从头开始 我们刚刚看到珍妮 看到肖亚轩 都对Coco李文相当的不舍 其实很多演艺圈的 这个艺人 她没有办法出席 都用了影片来追思Coco李文 那当然我们要连线 我们在香港的 这个娱乐组的文字记者 江伯军 他带我们现场 掌握最新的状况 伯军好 伯军我们其实有看到说 掌握李文她告别式的最新现场 好伯军 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说 这个不露室 她其实也有到现场 跟她的两个女儿 也就是李文的妓女 但是她现在这个状况 虽然在场合上面 看起来表情是蛮哀惜的 但问题是 刚刚我们看到最新是 大姐二姐突然在现场 抱住一个男性的朋友 还大声的大哭说 她害死了我妹妹 这个她害死了我妹妹 她现场有一指谁吗 伯军 没有错 因为其实这个消息 也是刚刚我们在 稍早的时候得知的 然后因为她其实 在刚刚下午的四点到 晚上六点的当中的 这一段时间 是亲友他们非公开的 祭拜时间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二姐李思琳 她向前拥抱的时候 她在致死的时候呢 其实她的心情 就已经非常的波动 她说她没有办法 讲太多话 她也没有办法假装很开心 可是没有想到 在刚刚稍早的时候 她情绪溃提 抱住了男友人说 都是她害死的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她这个她 没有讲得很明确 不过确实 我们在大家 目前我们所得知到的消息 就是其实李文 她在生前 跟老公Bruce的状况 似乎处得没有说很好 再加上呢 其实在今天的告评时想 原本有传出说 Bruce他可能是要上台致死的 但很显然的 我们从刚刚两小时的 这个典礼当中呢 Bruce他是没有上台的 虽然他是有现身 不过他跟两位妓女 都是坐在第二排 当中看起来神经 是非常哀戚的 那他们也没有讲太多话 甚至连致死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其实呢 二姐我们透过直播 是有录到说 二姐她说 她害死了我妹 那么这个 这句话呢 其实她一有所说 她并没有讲名字 不过随即这句话 她一出来之后呢 马上讯息就断了 音讯就断了 马上被切断音缘 这让大家很好奇说 这个二姐她的情绪 是不是非常的波动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 是在殡仪馆的外头 那二姐她人还在上头 至于说她的情绪 现在有没有好一些 我们TVBS团队 如果等等有机会 再来为您坐下播 好伯军 我们其实也有看到 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艺人 都有到现场 但是有很多人 是用这个VCR来进行 这个追思 那艺人哀悼部分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呢 包含我有看到 王力宏她有拍影片 甚至张慧妹也有拍影片 她们各说了些什么呢 嗯没有错 因为其实这一次 特别来到这一边的 追悼的艺人 我们刚看到 台湾人最熟知的 当然就是Alva 萧雅萱了 其实Alva她刚刚进去的时候呢 她今天是以全黑的西装线身 进去的时候是不发一语的 不过她刚刚出来的 在里头的典礼当中 她是有致辞的 不过她整个人是痛不欲生 刚刚我们所播出的片段当中 也有看到她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把李文 当作她自己非常亲的姐姐 对 那么其实她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刚好我们有机会 可以问到Alva 然后问她说 她现在心情怎么样 她说确实有平复一些些 不过随即她就上车了 好 除此之外呢 其实有很多的艺人 因为Coco她的人员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的艺人呢 他们是特别录制影片 包含刚刚一轮所提到的 阿妹 还有张学友 像是王力宏 吴清风 等等这些非常大咖的艺人 他们其实都很思念 Coco她的离开 那么当中其实还包含了阿妹 阿妹其实在李文事发之后呢 她在她的新加坡演唱会上 她就有演唱她的歌曲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用清唱的方式来感念 Coco她的离开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阿妹呢 她在今天一早的时候 她就有送到花来 送到香港殡仪馆这边的现场 连同她的经纪人陈正川 而这个阿妹她上头的花来 她只有短短写了四个字 她说你是永恒 所以你看这四个字 对她来说非常的沉重 那么其实她也有说 她在这个影片当中 她有提到 她说Coco你就像是我的亲密战友 你的歌声让我们全世界都有了色彩 所以说其实她跟Coco这一份关系 是很难言语的 那么其实包含了佐力 我们刚刚提到的 她其实有现实在影片当中 还有包含王力宏 她说她人生的第一杯西马克 居然是李文起的 所以李文她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 也难怪大家非常思念她 好谢谢柏君在香港这边 带我们掌握最新的状况 那当然今天的这个李文告别式 很多人都很关注 因为看得出来 李文在演艺圈的好人员 而且我们来看到这个图 这其实是粉丝送的花篮 所以不止这个大咖明星 是为她哀悼这个助念 还有包含了粉丝 其实都有送别她 那包含是中国大陆这边 有数百位的歌迷都到了 殡仪馆的现场 他们想起过往跟 Coco李文的互动 痛哭失声 全身黑下车将要负责 扶林的女星珍妮 在女儿陪伴下快步走进 香港殡仪馆 这几天心情有比较贫富一些吗 工作人员团团包围 大陆歌手韩红也献身 李文绝一次会现场 或许是因为太悲痛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抑郁 台湾女星 艾伯雅萱也带着墨镜接力到场 特地飞来悼念 无法到场的艺人 包含阿妹 郭富城 张学友 莫文卫 侯佩岑等人 则致赠花篮 聚上心意 通心理文的离开 大陆有多到上百名的粉丝 特地飞来香港 送她最后一程 除此之外 他们还自己集资 制作了超巨大的两个横幅 而就挂在殡仪馆的正对面 北京 天津 河北 重庆 四川 上海 很多了 和Coco见面也不是第一次了 平时包括每次的歌迷集会 我们都非常的亲近 和我们有很多的交流 大陆粉丝到场的 粗估至少五百人 眼里的李文 就是一颗璀璨的星星 对待粉丝 就跟朋友一样 面对偶像的世事 至今难以接受 这一个月都是黑暗的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去年 她来先录央视的 七夕活动的一个节目 我就在她身边 她就在我身边 我拉着她 我们还约定了 要听她唱歌 唱到八十岁 痛哭失声道 只能靠在朋友肩上 另外也有数十位台湾粉丝 特地飞来 带了纪念小物 就怕眼泪 随着音乐不停落下 曾经最爱听的歌 现在再也不敢打开 大家聚在一起送别 希望天后能一路跑走 TVV新闻 张家宝 张博君 香港参谋报道 我刚刚也看到留言 是威廉协说 这个博君是在香港来连线 没有错 博君带我们在香港 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状况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也问说 其实今天是李文的告别 是很多的艺人 还有歌迷都到了现场 那明天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呢 博君 好 没有错 因为今天 今天三十一号呢 香港很特别 他们这边的习俗 基本上 告别式都是举办在晚上的 那么 从今天的下午四点开始 告等等的晚上的十点钟 我们刚刚提到了 由家属非公开的悼念时间 从六点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一路会到晚上的十点 就是否在场的所有的粉丝 基本上这个 所有 在我后头的 全部都是来自中港台的 各个将近是上千名的粉丝 来到这边 那么等等呢 其实我们连赛场的媒体 他们都是安排时间 让我们上去跟Coco说出话的 好 那么今天三十一号的告别式 形成告别段落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明天了 明天也很重要 因为其实从明天的早上 十点半开始左右呢 会有一个大恋仪式 那么其实讲直白一点 就是语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Coco他的遗体 会来进行处理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明天早上 他会有一个仪式呢 是把Coco呢 从这个殡仪馆里头 给送出来 那么现场这边 在北角这边呢 所有的粉丝媒体呢 我们会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 那么上了车之后呢 他就会到附近 大约是四五公里处的 这个火化场 来进行最后的处置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大约是在两三个小时 那么一切就会告一个段落 不过目前呢 我们刚刚有询问到家属 他们并没有说 他的长眠地 甚至是说 这个火化的地方 会在哪一边 所以呢这个新的消息呢 我们稍晚还会再 持续来为您做掌握 那么一共是两天的 这个Coco他的告别仪式 目前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会告一个段落 好送Coco李文 最后一程 我们TVBS还是会持续 在现场为大家掌握 那谢谢伯军 今天带给我们的最新消息 好我们当然还是要关注到 Coco李文告别事上 其实有放一个MV 这个MV是回顾李文这一生 其实他一生也算蛮精彩的啦 带给很多的歌迷 开心快乐 甚至他就把自己的形象 开朗的形象 阳光的形象 展现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再放不下的山川 再笑不过一颗真爱 都值得被缅怀 好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 爱你爱你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